有關馬總統宣誓要成立實安辦公室 那我們知道實安辦公室它有三大不明 包括組織不明、定位不明及權責不明 這個部分對照馬總統在每次實安事件都發表宣誓 都做出保證,但是也全部都跳票 對照這樣的一個事情,我們可以知道昨天的國安會議 其實一樣是口號異議大於實質利益 民進黨主張應該要修法透過制度化 要讓實安的專責機構來解決人民實安的問題 第二點,有關馬總統昨天高喊說要全民抵制黑心食品 這樣的一個荒謬的一個口號 我們認為說這是故意、刻意來忽略政府的責任 因為如果什麼事情都靠人民自立救濟 那人民不需要政府,人民要政府做什麼 馬總統高喊全民來抵制 其實就是刻意忽略政府的責任 我們認為江儀化院長應該在這個事件當中負起政治責任 也就是他應該辭職下台 他的把關是顯然沒有做到 應該有了這個民主國家應作為的這樣一個義務 第三個,我們認為說馬總統昨天的國安會議 並沒有對人民來表示歉意 這個部分我們相當的遺憾 我們知道說魏英聰他其實是馬總統在2012年 競選連任的時候工商後援會的副總會長 是不是因此他獲得馬政府的一個優待 包括在行政稽查上面 我們的馬政府是怠惰、辭言的 包括在檢調的辦案上面是遲緩的、不敢生壓的 以及我們知道所謂的黑心食品 在上個月本黨立委提出質詢的時候 行政院長是對他做背書的 他是說可以吃的 這個是力挺鼎心的一個作為 我們認為馬總統應該要為行政怠惰 跟執政的無能向全民來道歉 以上謝謝